霹雳州行动党第十九届党员代表大会改选成绩出炉了 由行动党原任霹雳州主席尼克敏领衔的当权派 再次取得压倒性胜利 十五名代表全输中选 原任州主席尼克敏和熟里主席西华古马克获得1228票 并列全场最高票 没错 领衔挑战派的全国副主席古拉和仪保东区国会议员苏建祥 虽然扩别了十年再度上阵州委改选 但是他们都无缘跻身领导层 分别只拿到了540张还有550张票 至于上届改选得票率最高的行动党德宾丁仪州议员 阿都阿兹巴里则是以1224张得票入选州委 另外复选结果也在较早前正式出炉 新领导层证人比上一届没有太大的更动 尼克敏城公传联行动党霹雳州主席一职 继续掌舵霹雳火箭 西华古马也继续出任熟里主席 那至于副主席方面 同样是由阿里巴斯还有西华尼深来出任 黄家河则是出任秘书 那从新界的领导层阵容来看 只有财政和副财政的职位换人做 分别由李存孝还有许崇信出任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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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